由新社部落格马兰族人杜瓦克与陈淑彦 共同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 《岛屿海洋的海浪》 去年首次在新竹光临艺术灯节展出 惊艳四座 在东莞处的支持下 现在落脚在台东县成功镇图书馆前的草地公园 延续作品展现海洋永续精神 由竹边工艺结合海费创作的装置艺术品 《岛屿海洋的海浪》 陈丰近一年后 奔着永续的精神在成功镇展出 我们也觉得这个环境很好 就是它有很棒的草地 然后视野也很棒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 刚好机缘都OK了 我们就把作品带过来这边装置起来 由格曼兰族艺术家杜瓦克与陈淑彦 攜手打造的岛屿海洋的海浪 去年10月在新竹光临艺术灯节首度亮相 但因为新竹市缺乏适当 可长期展出的场域 在东莞处的支持下 落脚台东县成功镇 正立图书馆前的草地公园 也是作品所传达的海洋永续精神 它其实是以海洋为一个 我们家创作的核心 主要是想着台湾 其实是一个周围都围绕着海洋的一个环境 那其实海洋充满了力量 然后它像母亲一样包容的万物 几乎是我们东海岸的漂流木 是山上的竹子 去这样子来做出来的 那最主要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呈现这样的作品 在这里是把我们对海洋的想法 用另外一种思维把它做出来 分别呈现岛屿海浪 竹帆飞鱼的作品 创作者希望在这片居高岭下 眺望成功鱼杠的草地公园 融合安居 也在太平洋与蓝天为背景的烘托下 让游动飞翔的鱼群悠悠自在 这下集会成功证报道 这下集会成功证报道 这下集会成功证报道